完了完了完了 我明明 两个腿治好的呀 东西全部腰在车里面呀 先把东西装车 昨晚就这么睡着了 好好车的少 车的少相安无事 还有7公里啊 进县城里面 看着就很近了 没办法 准备先去县城里面 吃个饭 然后把轮胎买回来 顺便先把营地抽好 看好营地 然后回来把车修了 就拖拖过去 好啊 你这不怎么办 中麻县这边竟然没有边防检查站 是不是前面那女士啊 好像也不是哎 我还把边防这儿带过来了 这边公共厕所也是锁的 所以目测这个路口附近是没办法长期扎营的 进到县城里面也就是五公里啊 在这边看了一下啊 夏天他们说这个建材酒链 这个有门可以 大帐篷 休息的 全部锁上的啊 冬天全锁上了 县城有的 兄弟姐妹们 我找遍的全城啊 五金店全部关门回家了 不止五金店 所有的中餐馆 哪怕藏餐馆 反正是食铺九关啊 食铺九关 然后我都问了警察叔叔了 我说有没有五金店是开门的 他说都关完了 都关完了 然后我看到这儿 有个烂轮胎 缺了一大头子 但最起码人家轮骨是能 转起来的吧 对吧 就算这个橡皮圈掉出来了 轮骨也是能转起来的 因为现在不知道 现在都不知道这些五金店 什么时候他们会回来 什么时候会开门 我现在没办法呀 我今天不把车子弄出来 我还在路边睡呀 一定也没有找到啊 把这个轮胎先去拿回去顶一下吧 还正在门口的 报废的吧 只有这个 藏餐可以吃 对面的汉餐全部关门的 全部锁门 里面人满无缓 所以说我跟萨宝就在外面 直小桌子 嘿嘿嘿 正好萨宝也不方便进店嘛 这个阿妈肉包 对我就想吃肉包 这炸包子好好吃啊 不炸的是两块钱一个 炸的是三块钱一个 因为在大道乡吃过不炸的了 所以 今天就尝一尝 炸过的 小宝在这地上捡到了几根骨头 哈哈哈哈 大骨头 啃在这儿啃的开心呢 但是一口都没啃动 根本就啃不动那大骨头 哈哈 像我说的 这边的脖子它是半死面哦 不是那种庞松的 有虾馆子的话你少啊 因为除了超市菜店和藏餐馆 除了超市菜店和藏餐馆 其他的藏餐馆全部关门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还是 只能天天自己做饭吃吧 没有找到空房子 但是找到这个空医院 新修的啊 还是空的 这院子里面倒是可以随便住应该 但是 这里面也没厕所没水啊 先回去吧 风刮大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们两个腿治好的呀 东西全部压在车里面呀 还是倒被这个风给吹倒了 又是一个轮子引发血啊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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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能板 没事吧 太阳能板没事了 哎呀 这个真的是 色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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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来想的回来躲 进车里躲下风的 这下倒好了吗 这躲啥呀 我家可堆了 哎 家的倒了 哎 怎么样呢 先把轮子换了 哈哈哈哈 把轮子换了 再想办法把车子 扶一下 哎 扶起来呀 因为车里面装一车东西呢 现在整车几把斤呢 刚刚把这个轮子给修好啊 哎呦 困难程度你们就知道的啊 但是这次稍微好一点 因为翻车了 所以里面的螺丝稍微好上一点点 哎呀但是 就是 现在 正好 正好那个 有个车车 我们几个哥哥姐姐 对 应该说设个美女嘛 我的年龄比她们都大 哎 就我们得发腻 那个 还不行 车子有点重 有点 哎呀有点重 先 那个 呃看一下 把这个小车子先弄下来 哎 稍微等一下 这个脚车子没弄下来 哎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哎 这个脚车子 脚车子没弄下来的话 整天竖不起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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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cen法 我有子想到 你不要選擇 我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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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你把我们弄吹吹 你还要叫 上来了 谢谢 轮带坏了 就不一吹直接掉下去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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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进县城 先找地方弄吧 车子应该没有太大损坏吧 好像啊 除了这个拍摄支架侧面的 也是它躺住了侧面的一个撞击 所以侧面好像车子没啥伤 确实没啥伤 这儿 门这里 门有一个窟窿 整体应该问题不大 你看吧 看吧 风一吹 风一吹 还是 瞎摇摆 先把门胎 又湿的卡住 然后把 这个 东西全播 先挤上车 哎 又下雪了 还好车子刚刚弄上来了 要不然现在 一臭东西在下面 人还在吹着西北风 这个算不算是暴风雪啊 刚刚挂了七级暴风 现在又下雪 算不算暴风雪 呃 窝车子补点电 然后再 人马推着走吧 应该差不多快可以骑了吧 这会儿风应该就是 没有七级了 五六级吧 它登了差不多两公里 到了路口 就彻底没电了 只能边推边充电 先现成的这五公里 就要推两公里 然后后面再骑过去 因为有点怕这个雪下大了之后 路太滑了 阻力太大了 就搞不进去了 把萨板扔在床车里面了 因为雪下的身上 然后等一下划在身上的话 就湿了容易冷 萨板也是搞笑 老远看到床车倒了 他冲过去对着床上 汪汪大叫 可能思想上他比我还要认知 床车就是他移动的家 房子倒了 家没了 他睡哪 所以一般只有陌生人 靠近我们床车的时候 他才会大叫 今天竟然床车倒了 他冲过去大叫 没白痒没白疼啊 我每天至少摸他脑袋不下十次 然后每天不取他肉吃 每天对他的各种光爱啊 加上一天24小时陪伴 自由自在的玩耍 没有饿过一天肚子 没有受过一天冻 所以萨宝的情绪 从来都是很稳定的 性格就特别乖巧啊 我真的把他养成了我喜欢的样子啊 就是无忧无虑夸夸夸乐乐 然后对我的信任跟忠诚也是百分百的啊 我敲过门口保安室 没人啊 没有人 然后这边后面有个厕所 那边有个厕所 水的话就可以去那边有井了 去打水 停在这边 照火放在这边就是 正好备了西风 这边稍微挡一点南风 这样子 帐篷不会每一晚上吹的 那个 你看这一片 没有雪就知道了 对的 才下了一会儿雪 那个 还没进 漸程 哈哈 又出太阳了 这已经是 能 找到了最好的一个挡风的地方了 你挡雪哦 因为这不会是第一场 也不是最后一场 过几天可能还有大雪要下的 今天下的只是个小雪 把鸡蛋混得一尝 还有个鸡腿在里面 整个泡面吃 嘿嘿嘿 弄上检察叔叔送的这个 泡面好几桶呢 看一下这个外面 还有灯啊 还挺好的 好 这样啊 晚上 白天他都可以在这个院子里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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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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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话就去打水 回来把该洗洗少少的擦擦的弄干净 然后后天再去找洗澡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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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